这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小渔村 年轻的父亲独自地抚养着我 我的父亲从小没有念过什么书 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村里的渔夫 父亲就如同一般传统的父亲 带着严肃与沉默 印象中 父亲从来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我的爱 也更不用说他会说出口 带着微笑 摸着我的头 恐怕是他的极限了吧 倒是犯错的时候 骂或责备就显得容易多了 不过记忆中的父亲很少动手打小孩 除了那次的例外 那次我哭了 他也哭了 那天晚上 父亲进来房间 他帮我擦药的时候 我假装睡着 不敢醒来 我知道 父亲是爱我的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都是辛苦的 但是父亲始终是努力的 因为一直以来 父亲总是有个希望 我们能够有间房子 父亲一定经历过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朝着他的希望前进 那一年的过年 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每天 父亲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时间过得很快 如同我说的每一句话一样 出去了 再也不会回头了 父亲在五十八岁的那一年 生病了 他出去 找不到回家的路 前天洗的床单还没干 今天的沙发 又湿了 我的事业才刚开始 所以经常被赶回家 然后 把他带回家 随着病情的严重 有时他甚至忘了我是谁 时而清醒 时而病发 早已超出我照顾的能力 我希望 他有更好的照顾 而我 可以继续我的生活 父亲一天的清醒 打了个电话给我 到了疗养院 在病房门口 我听到了康护人员的水面 我打了 我打了 你就是这样 你这样 这样也没哀疑了 我吃过了 住住家里 蛤 你老板 你快让他讲到 你快让他讲到 出去 滚 出去 出去 滚 滚 背后是父亲很吃力的纸 以及一张泛黄的照片 信上写着 对不起 生病让你很麻烦 我不想要忘记你 我很努力的想要记得你 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信的背后夹着一张保单 那是他一辈子的努力 以及一辈子对我的爱 没有你 退无关 我是你永远的口号 没有你 看不我 我的孤狼 给你带担 我是你永远的口号 留你 看不我 留给最爱 我的孤狼 给你 太短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